你是一名第五人格玩家 本命是祭司 每天你都会看着段位暗暗发誓 今天一定要上份 显然你已经忘记昨天晚上 被一个休机震慑的小女孩 搞破防的事情了 到了中午 你忍着饥饿打开牌位 然后看见队友选了医生和小女孩 你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但你没有说什么 别人都说第五人格环境很好 所以你提醒自己一定要有素质 别人玩什么 那是别人的事 这把是盛兴医院开局 你牵制了监管者80秒一刀没吃 还骗了闪现监管 选择换抓 这市场上却只开了一台密码机 你很疑惑 通过状态栏看见小女孩附着在医生身上 你又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很快医生吃了一刀 三秒后又迟刀倒地 小女孩也挨了一刀 跑远了 你提醒自己要镇定 还能打 看见医生上了椅子 你给小女孩传大洞 而小女孩却站在墙边一动不动 时间一过 你的大洞也没有传上 很快 拥兵救人 被打了震慑 小女孩半学跑过去 也被一刀收下 这把不出意外的书了 你打开赛后之问起医生和小女孩 你们两个在玩什么 医生回答道 我怎么玩 关你什么事 看见这句听了无数次的话 你的怒火有些上头 但没有骂人 你又问小女孩 你为什么没有接我大洞 结果小女孩却说道 刚刚在吃饭 手上有油就没有煎 你终于没有忍住 破防了问道 司马东西吃饭玩什么排位过来坑人吗 换来的却是小女孩不紧不慢地回答 真没有素质 一场游戏而已 本来就不想玩挂人身上的医生 这事补了一句 别管他 真没素质 开下一把 等你打出下一句问候他的话 却显示小女孩和医生已退出聊天 你隔着屏幕骂了几句 气得不轻 打开抖音刷起视频 却看见游戏评论区一群人在那里说道 第五 人格环境本来很好的 都被那些骂人的人糟蹋了 还跟了一个流汗黄豆 如果是GSU就是这样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